大家好,我是Antonia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買鏡頭的故事 話說在中學的時候,我就買了我人生的第一部單反相機 就是這部,Nikon D3000 應該差不多九或者十年前的產品 因為它是沒有現在那麼多的功能 而它本身跟到那些KID的東西都一早說話 隨著我擁有相機的數量越來越多 這部相機就慢慢尋覆了在櫃底 直至今次去東京旅行 因為我想拿相機出來拍紅葉 為什麼會特意找這部相機出來呢? 因為它的感光元件是一個CCD 簡單來說,現在比較時興的C-MOX 它的顏色會更飽和和逼增 拍紅葉的顏色會更漂亮 於是我就拿了這部相機的旅行 那我第一天去富士山拿的鏡頭 就是一支定焦鏡,就是35.8 這個就不是一個拍紅葉很方便的小距 因為紅葉跟我距離比較遠 那碼撿上,我就興起了要買一支鏡頭的想法 我的預算是有限的 所以我就想,啊,怎麼可以買到這支鏡頭呢? 於是我想到了,我可以買一些日本的中古鏡頭 在日本去買一些中古鏡頭呢 是非常適合的 那因為呢,日本是相機生產的大國 它的市場很大,鏡頭的種類呢 都會有很多 那所以呢,我就找到一間叫Fujiya Camera的鏡頭店 其實這間鏡頭店呢,除了買中古鏡頭之外 都是一些新的鏡頭 如果大家喜歡拍照的話,高度推介你們看看 昨晚呢,其實你可以在它的網站先看 下面就是它的網站 Use中古就是一些二手的東西 那你按進去,就會有不同的攝影產品 運台啊,腳架啊,或者是鏡頭啊等等 都會有的 因為我想買Fujiya Camera的,我就按進去找MF 那你就可以搜尋到你想要的品牌 Nikon、Sony等等都會有的 每一個舊鏡頭都分為不同的等級 主要是A、AB、B和其他 通常人家都會買一個有A的鏡頭 即是A、AB等等 我覺得日本人很均真 其實都不會太騙你 你去到時都可以叫他給你看看 而且有些小問題他都會寫明 例如有入塵或者有少許到Haze 如果你很介意就選擇正正常常 就像我這一支一樣 他的價錢都非常明昌 都在網站上列列了 網站的價錢是連了稅 所以實際上會便宜 去到中野了 太好了 很順利 我要去找一間叫Fujia Camera的店舖 在那裡買東西 這是一間買二手相機 二手鏡頭的店 這是一間店 來的 這兩支插在我的相機 我本身有NICOL的KID鏡頭 是150 和140 這兩支KID鏡頭的最大光圈是3.5 我是第一次 總有一支可以在1.35mm 開到2.8mm的鏡頭 這支焦距1.35mm 是以前還流行飛臨相機的時候 幾個最流行的定焦焦距之人 這支焦距通常用來拍人像 特別是拍小朋友 因為隔了一段距離 小朋友就不會害怕 或者用來街拍也是非常好 價錢的話 這支 這麼狀況良好的鏡頭 只是9000日圓 平時1.35mm 應該要幾千元一支 如果你是用自焦距通 這支是9000日圓 即是9,760元 630元左右 非常便宜 它的屏級是AB 即是它的狀況都非常良好的 而且它的機身是很Metalic 非常聚首 它亦是Made in Japan 是幾十年前 我買出生的年代 的出品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的遮光罩 是內置在機身上 真的這樣 可以 出街 不用帶多東西 非常好 當然 用這些 精神鏡 因為其他模式 你都可以用到 你只可以用到M Mode 所以用起來 的確會有少少麻煩 因為 特別是你要自己調節 光圈 這些 還有最難 就是 怎樣去 焦點 因為它只可以用到MF 特別是這部相機 因為D3000是沒有Light Fill 所以焦點的時候 就看眼睛 但其實我的眼睛也不太好 所以就有點困難 但是 如果你更好焦點的話 就會有非常漂亮的景深 我自己個人 就喜歡在陽光之下開 光圈8 對 F8 出來的成像 都是非常鎮定 而且很容易更焦點 有時候我覺得 這種麻煩 可能有不喜歡 是令到攝影更有趣 沒錯 科技的進步 是令到攝影更方便 按鈕 就可以掌握到很漂亮的畫面 但我覺得 有時候 你不斷教一下 控制 就令到攝影多了一份人性化 有更多的自己的元素 對 還有 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觀察的時間會更久 或者你對於 怎樣看那樣東西的角度 也可能會有一點不同 對 好 我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 這個是 帶著娘娘去旅行的第三集 Sorry 是沒有娘娘的元素 對 第四集開始 就會超級多兩人 嗯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拜拜